第301章解决世间怪诀的办法 周深深只是平淡说一句我输了 就向着营地之外走去 没有向周凡说任何的豪言壮语 但周凡知道他还会再次向自己发起挑战 这次的周深深虽然没能逼迫周凡全力应对 但周深深的进步还是让周凡感到了一丝压迫力 真的是可怕的对手 哦公公愣住了 他没想到周深深真的输了 他瞄了一眼正月下擂台的周凡 这周凡也太强了点 同境界年轻一辈恐怕没几个人能胜过周凡 哦公公本来还想让燕归来丢脸的 但现在看来又失败了 他冷哼一声挥了挥衣袖转而向着周深深追去 周深深你等等咱家 哦公公很快就追上了周深深 大人对不起辜负了你的期待 周深深吸了口气道 说什么呢 哦公公笑着摇头 只是输一场而已 不必垂头丧气的 咱家干爹说过 这世上就没有永远胜利的人 只要不死总能赢回来的 自咱家 从小到大就没赢过多少次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说呀 抬起头来 人可以输 但是绝不能连斗志都给输了 哦公公一边喋喋不休说着 周深深没有说话 只是冷着脸前进 但奥公公观察周深深的神态 感觉到周深深没有丧失斗志 他心里才放松下来 直至回了原来的居住之处 周深深看着面前的一双桂花束 才开口道 这次我输给了周凡 是因为他的力气比我大 刀法比我的剑法快 至于速度 我估计他还不是速度高端 也就是说同境界速度方面 我同样没有任何优势 说到这里 周深深沉默了起来 简而言之 他在所有可以取胜的因素上都输了 你错了 你的境界本来比他低 但现在比他高 这就是你的优势 哦公公想了想到 你想想如果你是体力断 能不能赢他 就算不能赢 也输不了多少 周深深犹豫了一下说 体力断要是赢不了 那下一个境界呢 下下一个境界呢 奥公公连声质问 同境界无敌又如何 只要境界够高 他迟早不是你的对手 你有天不残地不缺大红愿弓 静静迅速 又何必要与他同境界相比 周深深双眼微亮 奥公公说的有道理 他自从修炼了天不残地不缺大红愿弓 短时间内就已经比周凡的境界高了 以后应该能与周凡拉开更大的距离 越一阶而战是天才 越两阶而战是天才中的天才 但又有谁能越三阶而战 既然同境界比不过 那他就用更高的境界来胜过周凡 听起来有些欺负人 但舞者的比斗 只要不是借助俘虏等外物 自己修来的境界 又有谁能说什么 你想不断进步 那就暂时不要留在一阶丝帮咱家 咱家给你安排一个地方专心闭关修炼 奥公公夺不起来 他认真思考着 天良理还是太小了 奥公公心里想着周深深打不过中凡 那留在一阶丝作用就不大 恐怕只会耽搁周深深的修炼 周深深能修炼天不残地不缺大红愿弓 可以说是潜力无限 对他来说是能否重回皇宫的关键 不能将周深深留在天良里一轮丝 否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这等人才要不惜一切大力培养 奥公公想到这里一脸心疼抬起头 如果你愿意 咱家这就修书一封 周深深毫不犹豫到 听大人的 很好 奥公公拍了拍周深深的尖头脸露笑容 至于你加入一轮丝留下来的麻烦 咱家会替你处理好的 等会你就离开天良城 到了野外万事小心 周深深心里有些感动 无论怎样 奥公公对他真的很好 奥公公又叮嘱了几句外出之事 他忽而又关怀道 对了 你修炼天不残地不缺大红愿弓 发下了三大红愿 你的鸡鸡怎么样了 干爹跟奥公公说过 要无微不至关心值得关心的属下 无论是生活还是修炼方面 都要做到最好 在奥公公眼中周深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属下 周深深也没跳了跳 刚才那些感动让他全喂狗去吧 奥公公见周深深没有回答 他以为周深深内心过于羞愧的原因 他继续一脸与众心肠道 小周呀 咱家也是过来人 很理解你的心情 你也不用太难过 时间能抚平一切的伤痕 等时间长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再说你还有机会长出来的 再说 没鸡鸡也有没鸡鸡的好处 大人 这能有什么好处 周深深脸色发黑忍不住打断说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奥公公脸路微笑道 咱家好歹也是见过沧海的人 咱家跟你说 情之一物最为伤人 那些男女知识容易影响修炼 没了鸡鸡就可以专心一意的修炼 古往今来 不知道有多少成就是我们太监做出来的 你可能觉得咱家在说谎 觉得著名太监的人数太少 远远比不上正常人的 可是你也不想想这历潮历代太监才有多少人 要是从技术从比例来看 做出成就的太监绝对远超正常人的 太监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 那是因为太监没有情欲 能放下男女之情 专心做事 咱家常常在想 要是给咱家一亿太监 不用百年肯定能把荒野的怪绝权给收拾了 给人足打出一片大大的天 奥公公脸路侠想笑了起来 大人 要是没有什么事 我想先进去收拾一下行囊 咒深深强笑着说 这个不着急 奥公公收回遐想 继续一脸关心道 咱家有些扯远了 你现在没有了鸡鸡 生活上肯定各种不方便 让咱家再提点你几句 大人 咱们能不能不提这事 咒深深黑着脸 心里有些崩溃了 哎哎 看来你还没从这事脱离出来 那咱家就不说了 奥公公善笑一声 不过他想了想又道 不过小咒呀 这样憋着也不是办法 大人 第302章失踪的马云马夫 咒深深当天就离开了天良城 他走得很匆忙 走得很着急 就连奥公公说给他鉴别送行 他都说不用 奥公公对于咒深深如此迫切提升境界的态度很为满意 只有这样一心修炼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要是没有不断变强的武者之心 就算有天不残地不缺大弘愿公这样的顶尖功法也无法走到最后 当然 奥公公安排咒深深离开怡鸾斯 使得他与燕归来发生了一场争吵 最后奥公公按照规矩替咒深深支付了一大笔钱 这让燕归来无话可说 燕归来只能长叹一口气 本来以为怡鸾斯能多出一个隐蔭力士 结果又没有了 第二天 周凡听说咒深深已经离开天良城 他也是愣了一下 并且还找了一个机会向奥公公打听 只是奥公公将周凡划分为燕归来那一戏 他当然不会告诉周凡咒深深去了哪里 周凡心里琢磨了一下 觉得就算自己赢了咒深深 奥公公也不会愤而将咒深深杀死 他只能就此作罢 周凡也很快没空多享咒深深的事情 因为刘捕头找到了他与李九月 来了一段时间 对于天良里牙的捕头们 周凡早已熟悉 这些捕头经验丰富 总是能准确辨认出哪些案子属于怪诀所为 刘捕头来请周凡两人 自然是可能出现了怪诀 此次出事的是天良城的牧场 天良城牧场在南街东区的南侧 占据了南街东区的一半面积 天良城牧场存在的原因是东房房屋密集 无法换养牲畜 所以就专门开辟了一个牧场 牧场里面有着牛马鸡鸭猪等牲畜 可以说是城内最重要的肉类 以及登座牲口的来源地 周凡宇李九月很快随着刘捕头来到了天良牧场 牧场的养马区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 捕快门守着养马区域的边缘 不准任何人靠近 做过测诀了吗 周凡看了一眼栅栏圈围着的马区问 做过了 没有任何的发现 刘捕头回答 那就先进去看看 周凡他们从服带里取出禁鞋服 贴了上去 周凡三人很快就从马区的大门走了进去 因为出事 马区的马夫们全部被请了出去 马区里的马大多是为了耕作而养的 有小部分是巡逻队与天良里亚索须 里面分成一个个的马匠 刘捕头引着周凡两人来到中间的一个马匠 马匠里面有着四个小隔间 只是现在还剩下三个隔间有马 有一个隔间空了出来 隔间里面的木栅栏 马草还有弟弟都见有血迹 在来的路上 刘捕头就跟周凡两人将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如果仅仅是有一匹马失踪了 就算怀疑是怪觉所为 也不会因为这等小事而请周凡两人过来 问题在于不仅仅是一匹马失踪了 这个马匠的马夫同样不见了 现场还留下了这么多的血迹 刘捕头觉得不对劲 才将周凡两人请了过来 就是昨夜发生的事情 今天一早 牧场就发现马夫和马都不见了 我派人去马夫家里 他家人说那马夫早上没有回来过 马夫常去的地方也搜了一遍 依然没见人影 刘捕头解释道 周凡从弥漫着血腥味的隔间出来 他又认真查看了一下马就的四处 他问道 晚上马区就他一人值班吗 不止他一人 旁侧的马就也有马夫 不过他们说昨夜没有听到任何的一声 刘捕头摇头道 看着地上的血 不是那匹马的就是马夫的 甚至两者都有 他们在遭受这样伤害的时候 不是人喊就是马斯 那些马夫这样都听不到 李九月有些压抑道 就算马夫与那匹马发不出声音 这里还有三匹马 他们受到惊吓 应该也会惊慌思民才对吧 他们是这样说的 那我让捕快们再去盘问一番 看他们有没有说谎 刘捕头脸露无奈 周凡没有吭声 他觉得马夫们应该没有说谎 要是真的一声都发不出来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譬如马就里面设下了结界又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 其实周凡更想知道的是 既然马区还有其他人 为什么目标会是那个马夫和那匹马 周凡想着这些事 他又不死心进入出世的隔间 蹲在地上查看 然后他发现地上的几根稻草中不仅有着血 还有血色的肉絮 血色的肉絮仅仅是只有寥寥几丝 要不是仔细查看 还真的难以发现 捕快门之前搜过这个地方 估计没有看到肉絮 也可能看到了不以为意 这些肉絮很细小 周凡看着收集到自己手中的肉絮 他沉吟了起来 周兄 难道你能凭着这些肉絮来确认这是人肉还是马肉 李九月有些差异问 如果有整块的肉 还能辨认出是人肉还是马肉 就这么一丝 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周凡摇了摇头 一旁的刘捕头听到这话有些遗憾 相识以来 他可是知道周凡对案子的推断很厉害 甚至能看出一些他们这些捕头都难以看出来的东西 不过这些肉絮也不是没有用 周凡看着掌心的肉絮 你们想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肉絮 这有些似是吃肉的时候不小心扯下来的 刘捕头有些犹豫到 假设是怪爵所为 那有可能他是进入马厩这里将那皮马与人全吞进肚子里 然后再离开的 周凡叹了口气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要是这样子 我们就白来一趟了 李九月连路无奈 不过他也知道不是什么案子都会有结果 有些案子 怪爵跑了找不到 他们也无可奈何 周凡有些随意看了一眼马厩里的一匹马 马站着时不时晃一下头 甩掉那些缭绕在脖子处的文字 身边的老兄也是摇了摇尾巴 他同样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马厩里面没有更多的发现 周凡三人只能走出了马厩 走出马厩 周凡又回头看了一眼 他才对刘捕头道 给那三匹马做过测决测试吗 做过了 刘捕头微微点头 毕竟马厩就这三匹马 怪觉有可能藏在他们的身上 他不可能疏忽大意遗漏这么重要的事 可是没有发现 周立是要是不放心 我让人把这三匹马都给宰了 刘捕头又建议道 毕竟只是三匹马 杀起来最多只是损失一些钱财 让人再搜一下马厩 把弟弟也翻开找一找 要是那凶手不是随机选择了这个马厩 那这马厩也许会有问题 周凡脸上带着一丝宁重道 至于那三匹马 给他们再做一次测试 要是没发现 那到时咱们再商量 第303章发疯 一旦发生怪诀事件 天良里牙的捕快们就纯粹是辅助角色 周凡都这样说了 刘捕头答应一声 就去找了三四个捕快过来 将那三匹马牵了出来 然后就开始重新搜查马厩 刘捕头甚至又派出了数个人去查看附近的两座马厩 周凡三人都是留在了马区观看 不过很快有一个捕快朝这边走来 附在刘捕头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刘捕头听了直皱眉 他犹豫了一下看向周凡两人道 马区大门处有些小麻烦 我去处理一下 这么麻烦 周凡问 是牧场的主家找了一个和尚过来 说要进马区替死去的马夫超度念经 刘捕头没有任何的隐瞒 牧场并不是官家的 而是交给了山谷经营 山谷每年支付场地租金给官家 和尚 哪里来的和尚 李九月威证了一下 我记得天良城附近没有佛寺 不过很快周凡与李九月反应过来 并对望了一眼 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人 在天良城 要说和尚 那只有三个 一个是伊兰斯的四安使员会和尚 还有两个是来自小佛寺的静云师徒 周凡他们都差点忘记了 静云师徒并没有离开天良城 只是静云师徒在客栈身居检出 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事 致使周凡他们收到不快的汇报 就扔到一边没有继续理会 周凡三人赶到马区的栅栏门前 来的果然是静云师徒 对于这个能将自己的头颅割下来 还没有死的和尚 周凡心里面不可避免存在着忌惮 本来大佛寺与小佛寺之争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这下静云师徒出现在这里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黄园外 谁跟你说那马夫死了的 刘捕头冷着脸朝静云师徒身旁 那个附加翁问 要是平时 刘捕头见了这黄园外 自然好生好气的对待 但现在宜兰斯的两位力士在一边看着 他不得不端正态度 这黄园外就是这里的牧场主 他脸色微变 善笑一声 这是我猜的 你们不是一直没有找到人吗 毕竟是我的故宫 所以我就想请静云大师来念经超度一下他 他现在只是失踪 还没确定死了 不是跟你说过 现在马去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 谁也不能进来 你们要是想替他超度 那就在马去外面超度又 或者等我们解除这里的禁令再说 现在还不能让你们进来 溜捕头皱眉道 那 黄园外忍不住瞄了一眼静云和尚 乌弥陀佛 官家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就听官家的 黄施主不用觉得为难 静云和时轻声道 是 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黄园外输了口气 静云大师别来无恙吗 周凡忽然笑着道 静云看向周凡与李九月 他脸露笑容道 要是贫僧没有记错 两位施主上次跟着元慧师兄 想来是伊伦斯的大人 大人不敢当 我们两个只是伊伦斯的小小历士 周凡轻声解释道 大师来自小佛寺 可记得不要坏了官家的规矩 再非规定时间向人传法 多谢这位施主提醒 贫僧自会谨守官家的律令 超度念经并不在禁止的范围内 静云又是缓缓说 见此周凡就没有多说 与李九月一起走了进去 至于刘捕头则是没有立刻跟上来 他正在训斥守门的捕快 周兄 你在怀疑那妖僧吗 李九月低声问 我只是觉得他出现得太凑巧了 这事的关键在于是黄园外去请的他 还是他来找的黄园外 周凡脸色微沉 不过我们又不能当着他的面问 甚至黄园外说不定也会替他远谎 就在李九月张口玉说时 马就那边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 这让周凡与李九月脸色微变 他们立刻朝着惨叫声奔去 马就离周凡他们并没有多远的距离 随着他们走近 就见到有一匹马的马嘴咬住了一个捕快的一只手臂 将他整个人扯上了空中 他的两个同伴则是发出狂躁的扑扑响鼻声 那马嘴向着围着他们的三个捕快咬去 前蹄也向着捕快踩去 在地上踩出了一个个体印 其余三个捕快连连闪避 他们一时间也被吓到了 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等周凡与李九月赶到的时候 咬住捕快的那匹马用力一咬 咔嚓的一声 鲜血似箭 那个捕快也被甩飞出去 马嘴一张一盒咀嚼了起来 细微的骨头咯咯声从口里传出 马嘴沾满了鲜血 捕快们一边后退一边抽出了执刀 尝试朝着三匹发疯的马匹去 别杀了他们 周凡大声喊道 身体一晃 已经到了三个捕快的身前 那三个捕快犹豫着还是缩回了刀 其中一匹马已经张口朝周凡咬来 他口里发黄的大门池鱼就此清晰可见 周凡没有拔刀 只是冷哼一声 微微侧身避开了这匹马的撕咬 他单手握拳 一拳锤在马脖上 这匹马被一拳锤得马头弯向一边 站立不稳摔在了地上 这时又有另一匹痒力而起 一双马前蹄对着周凡踩来 周凡只是双手一举 捉住了马前蹄 他的双臂微微一弯 这让他心里微惊 这马一踏的力量起码有三千多斤 有些不同寻常 在心念电转间 周凡双手一推 这匹马向后摔了过去 第三匹也就是咬人那匹 他没有来攻击周凡 而是朝落在地上的捕快奔去 他口里发出了郁郁的叫声 那张马嘴还朝躺在地上的捕快伸去 周凡哼了一声 他的身体化作一道幻影 已经到了那匹马身前 他只是一拳轰去 那匹马就被他一拳击倒摔在了地上 将他们覆起来 周凡大声下令道 越来越多的捕快奔走过来 将三匹还想爬起来咬人的马置住 周凡俯身替那个捕快按住了流血的断臂 李九月也走了过去帮忙 刘捕头也跑了回来 不一换 混乱的场面才恢复了秩序 那个断臂的捕快在简单止血之后 就送出去救治了 周凡他们则是将目光落在了那三匹风马身上 第304张诡异的马 三匹马都被用绳索附住了四条马腿 只是他们还是在地上扭动着 马嘴里开露出宽阔发黄的马尺朝着周凡他们撕叫着 马嘴一张一盒欲要咬人 这是被怪绝附身了还是中了绝毒之类的东西 刘捕头有些不太确认说 让在场的三个捕快过来 周凡冷着脸道 很快那三个捕快就走了出来 朝着周凡他们讲述了起来 当时他们正在搜查马就 不过没有查出什么 原本被绑在马就外面的马正拖了绳索 那个被断臂的捕快就走了出去 想将马拉回来 结果那马张口就将捕快的手臂咬住了 讲述的时候 那三个捕快脸上露出一丝金色 当时那情形也是换了他们 恐怕也难以逃脱 听完捕快们的讲述 周凡微微皱一下眉头 分一些人手去看住其他的马匹 如果有发疯的赶紧来报 还有拿刀来偷开三匹马中的一匹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三匹马绝对不寻常 发起风力气大得吓人 而且周凡可是亲眼见到 马将人的手臂整条吞了下去 浮路测试都看不出问题 那就只有解剖来看看了 溜捕头立即指挥了起来 分了一部分人手去看住其他的马就 并且让三个人按住其中一匹马的马头 用刀子给马放血 捕快们都怕马的血有毒 所以在解剖的过程中很小心尽量没有与马血接触 只是马被捅脖子放血后 并没有死去 反而发出怪异的嘶嘶声 纯黑的眼冷冷看着按住他的捕快 马嘴上下两排牙齿不断摩擦着 宰马的三个捕快面面相去 他们看向了周凡三人 简然马绝对是变异了 将浮路贴在刀上试试看 周凡又是开口道捕快们点头 执刀的捕快取出了一道小燕服贴在尖刀上 然后又是捅了一下马的脖子 火焰炙烧着马脖 马这下发狂了 他挣扎着想抬起头 三个捕快连忙用力按住马头 马头在地上刮出了一层泥土 砰的一声 附住四条马腿的绳索也被正断 眼看三名捕快就快按不住了 溜捕头一声不吭快步走了过去 他双手按在马头上 马头才再也无法动弹 贴地的两条马腿刮出了一层层红泥 那名捕快拔出了铜马的尖刀 马又是发出一声嘶鸣才彻底断气 乌黑的血水从他脖子上的血洞流淌下来 沾了一地 捕快门又按了一会 确认这匹马真的被杀死后 才放心松手 李兄你能看出来这马发生了什么事吗 周凡看向李九月问 李九月摇了摇头 这三匹马的身体外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我也看不出来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凡只能耐心等着 马腹被剖开 里面赫然是一些嚼碎的骨头和血肉 还有人衣衫的布片 马的食道狭窄 只有单位 纯吃草动物 他吃下的这些血肉骨头已经撑爆了他的食道和味 周凡与李九月等人脸色微变起来 这匹马不是吞下手臂的那匹 而他的马腹里面有着这种东西 昨晚的马腹还有失踪的马就很有可能是被这三匹马生吞活泼了 把布片寻出来 给我找来熟悉马内脏结构的人 小心搜索马腹 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周凡开始下达一条条的命令 很快捕快门就开始盲目起来 将马腹内的所有布片寻出来 就让那些熟悉失踪马腹的人来辨认 结果牧场的人确认 失踪的马腹昨夜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牧场有专门宰割猪牛马等牲畜的屠夫 他被带过来辨认马的内脏 过了好一会他才有犹豫 预说除开有些肠胃被称破外 其他地方他看不出什么异常 捕快门戴着手套 从马腹里寻出了棕色的马毛 人的头发丝 还有无数被嚼碎的碎骨 除了这些东西 就在难以寻出非同寻常的东西 没有细小寄生虫类怪诀 也没有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植物之类的东西 周凡想了想 又让人把马头剖开 还有四条马蹄都没有放过 只是依然没有任何的发现 这让周凡的脸色沉了下去 不远处被附住的两匹马 还是在地上不断挣扎 他们发出嘶叫声 马嘴里留下咸液 他们似乎饿了 给他们拿一些草料 看他们吃不吃 周凡看着那两匹疯马道 草料拿来 扔到马嘴前 只是马嘴一口都没有咬 周凡又让人捉来两只鸡 将鸡的脚折断 扔到马头前面 这两匹马都是挣扎着张开口 一口就将鸡咬在口中 大口咀嚼起来 马嘴里血液横流 果然 这些马便亦喜欢吃血肉的东西了 溜捕头脸色微变道 两匹马没有几下就将活鸡吞下了肚子 然后又贪婪私明起来 显然还没有吃饱 他们那些对血肉的吃欲不似马反而似狼 看来没有错了 失踪的马夫和那匹马都是给这几头疯马吃了 李九月脸色有些难看 周凡沉默着 这事还是太不寻常了 如果说这三匹马之前没有攻击他们 是因为还没有感到饥饿 但他们就算居然变得是吃血肉 可是他们又如何能敲无声息将马夫与另一匹马都吃掉的 除非有着什么东西帮他们 将马夫与另一匹马都弄晕甚至弄死 他们才能慢慢饱食 毕竟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智商可言 那会是什么东西在帮他们呢 可是服录没有效果 马夫马头等可以寻地地方都寻遍了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怪诀痕迹 会不会是面具人做的 李九月也察觉到这些事情存在的异常 他低声说道 由于周凡探听到面具人还没有离开天良城的消息 所以现在宜鸾斯已经高度戒备起来 三位四安时也就只有一位外出做事 其余两位都尽量留在宜鸾斯府镇守 不清楚 周凡脸色凝重摇头 如果是他们做的 那绝不仅仅是三匹变异的食肉马这么简单 说不定还有后招 第305章马区一变 就在周凡与李九月低声商量 会不会与面具人视力有关的时候 刘捕头走了过来 周立氏李立氏 你们看这是怎么处理 刘捕头这样问 是因为在确认了失踪的马夫和马的死因 现在又找不到怪诀的情况下 这已经可以暂时解案了 刘捕头 我觉得这是有些可疑 我想请一位服尸过来 看能不能查出这三匹马为什么会变异 周凡摇了摇头 再等等吧 溜捕头点头答应了下来 并且让一个捕快去一轮私服请服尸 只是那个捕快刚离开不久 十三个马区就传出了马群斯明的声音 守在马区边的捕快门皆是愣了愣 砰砰砰声接连响起 马区被发疯的马冲塌 约五十头的马群从马区冲了出来 马区旁的捕快门已经在匆忙往后逃去 马群就四发了风一般 思叫起来 他们张大马嘴 向着捕快门奔塌而去 马的口里留下咸夜 想将见到的人一口吞下去 整个马区的地面都颤动了起来 周凡在马就冲他的那刻 他的脸色就大变了起来 这些风马马要是四那三匹石肉马一样石肉 一旦被他们冲出牧场区 冲入天良城有人的地方 那无疑是一场灾难 尤其是这些马没有福禄根本杀不死的情况下 周凡拔出了刀 将两道福禄按在刀背上 力声道 把这些马全杀了 别让他们冲出牧场 溜捕头与李九月也是抽出了自己的兵器 周凡身体一晃 已经到了前面 他的身体拉扯出一道道幻影 一下子就用出了速度断的手段 手起刀落 就是一匹马的马头给贴着福禄的袖刀砍了下来 马脖子喷洒出乌黑的雪柱 马头还没落地 周凡又已经斩杀了第二匹马 李九月奔来的金黄长剑也是挥洒出去 与马群搏杀起来 赶逃跑者 按里牙律法处置 溜捕头一边向前对上了一匹疯马 一边朝逃跑的捕快门怒吼了起来 捕快门见三位主官在斩杀马匹 他们只能纷纷转身拔刀杀了过去 周凡的身子是如青烟 手中的袖刀不断挥劈 他尤其观照那些逃到马区边缘的风马 每当有风马想突破栅栏离去 都被他靠着自己的速度拦住砍下了马头 马区栅门外的黄园外看着里面的雪星场面 他嘴唇颤抖着 脸色发白 大师 这里太危险 我们还是先躲躲 静云没有回答 他只是眼路悲悯看着马区里的薄杀 缓缓闭目 轻声念起了经文来 静云身后的小沙迷也同样如他师父那样默默念经 就在黄园外犹豫是否要先避一避的时候 马区里的发疯暴动的马已经被周凡他们全杀了 马区里马是遍地 血液横流 泥黄地面被染成黑红色 看起来宛如修罗地狱 微风吹拂 浓郁的雪星未在空中飘散开来 养尊处优的黄园外忍不住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 他身边跟着的下人们也是脸色清白 双脚颤忧着 唯独没有死的是原先背负起来的两匹马 坐躺着的他们马嘴一开一合 贴底的那一边嘴在咬着混合了马血的泥土 吃得津津有味 周凡看着这幕 他脸色有些难看收刀入鞘 凭着速度的优势 这里面的马至少有一半是周凡沙的 但即使阻挡了发疯的马群离开马区 他心里依然觉得沉重 不是为了马群悲天悯人 而是这一切发生的太诡异了 原本以为只有一个马就的马便一食肉 结果没有多久 所有的马都发疯了 他甚至还不清楚这些马究竟是什么而导致他们发疯的 看住这两匹马不要让他们挣脱了绳索 周凡沙声道派人去盯着牧场其他区域的牲畜 发现一样立即来报 目前只是马区的马便义 但谁也说不准牧场的其他牲畜就会没问题 捕快门又都立即行动起来 马区血腥味浑浊难闻 周凡与李九月踩着年稠的雪地 来到了马区的扎门外 想等服尸到了再说 周凡看见静云还留在门口出念经 他眼里露出一丝一样 脸色漠然道 静云大师 里面的情况你也见到了 估计今天马区都不会允许外人进去了 还是请回吧 静云停下了念经 阿弥陀佛 既然如此 贫僧回去了 只是一草一木皆生之不易 希望到时候周立是能好好脸葬这些可怜的马 周凡挑了挑眉 没有回答 这些马发疯 按照伊鸾斯的条例 唯有聚在一起火化烧掉以绝后患 静云对周凡微微汗手 他又朝黄元外道 黄施主 真是抱歉 帮不了你的忙 呕吐过后的黄元外 再心疼他损失的那些马 这些马发疯被伊鸾斯杀就杀了 伊鸾斯和天良里亚可不会赔他的钱 相反他还要感谢官家 要不是官家的人在 这些马要是真的冲出牧场 那他就惨了 哪里 哪里 大师不用如此客气 我送送你 黄元外强打精神道 黄元外与静云师徒还有一些人 就离开了马区 向着马区外面走去 周凡看着静云的背影 他微微皱眉 这和尚总是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但是又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心里总是觉得 马区的马群变异与这静云会有些联系 周兄 小佛寺的僧人形势妖异了一些 但是我想他总不至于无聊到针对马群 李九月看着周凡开口说道 周凡没有音话 如果真的是静云做的 他也不会仅仅是为了对付一群马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见所太少 周凡想不出来 一个服尸很快就被请了过来 周凡等人陪同这位服尸去看了那两匹马 服尸用服录和各种法器替马匹检查起来 甚至还让人解剖了其中的一匹马 只是做完这些后 他脸上也露出了疑惑之色 没有怪觉藏在马的体内 也不似中了绝毒引发的变异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周凡问 不知道 如果你让我猜 很可能是一种诅咒 服尸沉吟了一下说出自己的猜测 第306章元慧的警惕 唯有诅咒才会如此无影无踪 甚至看不出任何的痕迹 只是服尸又对周凡他们说 世间诅咒太多了 他也一时间想不到会是什么样的诅咒 只能回司府慢慢翻查点击核对 如果这诅咒很冷屁 那很有可能他们永远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诅咒了 尤其特殊的是诅咒应该有媒介才对的 可是他们寻遍马区也找不出使马中了诅咒的媒介 服尸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周凡 万一牧场这里还是留下了数名捕快看守 要是有意外情况也能及时知道 做完这些事后 周凡与李九月就回了宜鸾私府 马区十肉马案算是暂时了结 只是在下午的时候 有小力过来说圆会法师让周凡过去一趟 周凡没有太意外 他很快就在圆会办公的房间见到了圆会 圆会的桌上排放着暗读 木鱼 经文等物 还有一个香炉 香炉没香 圆会和尚右手持一串小念珠 他见了周凡过来 那张阴沉的脸没有任何的改变 坐 周凡坐在了圆会和尚的对面 他在等圆会先开口 我刚刚看了你上午写的十肉马案记录 圆会直奔主题缓缓道 你说静云师徒也在场 对吗 是 周凡点头道 圆会盯着周凡的眼 手中的红木念珠缓缓转动 静云去替死去的马夫念超度经文 这不是很寻常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在暗读上专门提及此事 因为静云出现的突然 所以就想提一下 免得到时错过了什么线索 周凡脸色平静回答 你在怀疑静云吗 可有什么证据 圆会沉默了一会问 没有证据 不仅仅是怀疑静云 所有有嫌疑的人都怀疑 甚至是黄园外还有那些马夫们 当然也有可能是怪诀又或者是隐藏在暗中的面具人失利做的 周凡说道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圆会微微闭目道 周凡离开房间后 圆会才睁开眼睛 他又拿起那份周凡写的暗读认真看了一遍 然后才放下来 圆会的脸似乎会永远保持阴沉之色 他心思转动云已明白 周凡这么写暗读 恐怕也是有想让他去查一下静云的意思 简然周凡不想被牵连入两个佛寺的争斗中去 对于周凡这种小心思 圆会没有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静云究竟做了些什么 这静云这段时间一直留在客栈 不愿离去 圆会也猜不到他的意图 圆会又拿起另一份暗读 那是他让底下的人对静云师徒的监视记录 只是可惜 监视记录并没有太多的东西 九成的时间 静云师徒都是在客栈闭门不出 什么人也不见 宁愿花钱在客栈居住 也不愿留宿民宅 显然是不想让一鸾丝捉住了马脚 从而将他们师徒驱逐出城 圆会犹豫了一下 朝外面换了一生 很快他的幕僚就走了进来 大人 你找两个精灵一点的人去替换那些监控 静云师徒的捕快 圆会晨生说道 从今天开始 除非静云师徒待在房里看不见 否则他们就算一天从客房里出来 几次都要给我记录下来 是 幕僚很快又退出了房间 圆会看着手中的念珠 他的眉头猝了起来 必须要尽快弄清楚 静云师徒想做什么才行 在天良城滞留不去 可能是针对他而来的 甚至是针对大佛寺 黄昏时分 周凡与李九月走在天良街上 背后跟着慢悠悠的老兄 被夕阳照得金黄街道上 因为劳作归来的人 渐渐变得热闹起来 幕边有摆着小摊的小贩在大声吆喝着 偶尔会有人驻足买东西 周兄 这样做会不会有些不妥 毕竟那妖孙可没有得罪你 李九月笑着道 他当然知道周凡江静云师徒的事也写在了暗读之上 在怡鸾斯府不方便问 李九月在下职出来之后才问 如果那静云和尚只是针对元慧法师 属于两个佛寺之争那当然与我无关 只是元慧法师毕竟是怡鸾斯府的四安使 我是怕他们斗法将我们这些小人物牵连进去 告诉元慧法师 让元慧法师提前有所警惕 那样静云无论是忌惮收手还是继续闹事 都有元慧法师在一边顶着 这样我们就轻松多了 在说静云不作为反天良诚规矩的事 我想元慧法师也不会怎样他的 把这事汇报上去本来就是我们职责所在 周凡一脸惬意解释道 两人说着话很快到了西方惯常分开的街角 烟红的霞光将他们的影子拉长 跪在了青石板上 李九月那辣黄的脸也被印得染上了一抹红色 怎么样 要不要我再送送你 周凡脸色柔和问 什么呀 李九月无语翻了翻眼 我一个大男人要你送什么 周兄 我觉得你最近说话的语气都怪怪的 常常让我起一层鸡皮疙瘩 有吗 周凡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笑了笑 我觉得还好吧 毕竟就算是我想做出一些改变 李九月狐疑偏了一眼周凡 他脸路无奈道 随你吧 我走了 李九月向着前面走去 很快就消失在横道内 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跟我摊牌呢 周凡看着李九月背影消失 他低声自欲傻笑了一声 但他很快又察觉这样笑很傻 连忙收敛笑容 转过弯的李九月回望了一眼 他只能看到自己落在青石街道上那孤零零的影子 他回想着刚才周凡与他说的话 他抿了抿唇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是发现了 他脸上有着懊恼 不过懊恼着的他很快露出了一丝轻笑 算了 这样猜来猜去也没什么意思 他不耐挥了挥手 似乎要将这些烦乱的恼人士甩走 再看一段时间 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定要跟他说清楚才行 他轻输了口气 不过想着要坦白 他脸上露出一丝害羞 然后迎着落下的夕阳 快步而去 第307章夜 夜幕降临之时 周凡又开始了日常的修炼 经过这段时间的勤学苦练 他的游四季已经跨过了夏之幻象 顺利从速度中段进入了速度高段 接着又是苦练从布满双叶的秋之幻象 踏入了冰天雪地的冬之幻象 游四季的速度高段 有着秋之幻象与冬之幻象两大幻象 他已经度过了秋之幻象 那就还剩下冬之幻象 只要顺利从冰天雪地留下的一连串脚印一步步走去 那他的速度高段就达到了完满 每一个幻象都很难跨越 周凡感单薄 要是一般天赋的舞者修炼游四季 恐怕没有四五年的时间是难以完满的 也就是他这等有着优秀天赋以及足够勤奋之人 才能这么快就走到了游四季的冬之幻象 他取出了最后一颗四季丹 当然四季丹只是辅助之物 最终靠的还是他自己 他没有多想将四季丹吞服下去 并除杂念运转心法 很快就进入了冬之幻象之中 北风卷地 冰雪呼啸着悬瓜而起 自古的冰冷侵袭而来 周凡强忍着冷意 朝着雪地上的脚印一步步踏去 时间渐渐流逝 在这根本不似幻象的雪地中一步步走着 凭着坚韧的意志以及体内汹涌如海的元气支撑着 他的脚踩在了最后一个雪地脚印上 空的一声幻象破灭 从幻象中脱离出来的周凡只是觉得体内的元气蓬勃 比起速度中断都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 这就是速度高段的圆满吗 周凡又体悟了一会身体的变化 他才站了起来 他看着乌角躺着的老兄 他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站在了乌角的另一边 老兄有些好奇抬起狗头 周凡的身体微微一动 他已经由乌角的另一边到了老兄的身边 老兄眨了眨眼 他有些不敢置信发出一声低污 不过很快他又看到周凡修的一下挪移回到原处 这种移动快到连影子都没有 传说中的顺移极身法 周凡来回移动了几下 他才一脸惊喜停了下来 这种顺移实在是太惊人了 有了这种顺移极身法 又有谁能追得上他 不过屋里还是太窄了一些 周凡推开门来到了更为宽阔的小院 他朝屋内的老兄招了招手 老兄懒洋洋走了出去 老兄 拜托你替我做一个实验 周凡笑着抱起了老兄 然后往上一抛 只是抱起了离璧一尺高 周凡的身体又顺移起来 他到了小院的一角 然后又瞬间移动回到老兄身边 将老兄接住又松手 松手后又移动到另一个角落 接着又移动回来接住老兄 如此数次老兄甚至没有下坠落三公分 反而院落里四处都是周凡的身影 这与幻影不同 而是切实存在的 如此数十次后 周凡才气喘吁吁地抱住老兄停了下来 这顺移极为消耗体内储存的元气 而且这么高速的移动 对于身体素质来说更是一种考验 要不是抗基段的基础比较扎实 他恐怕也无法顺移这么多次 也就是说即使他有着顺移极身法 但这种顺移显然无法做长途奔袭 而是只能支撑短途的逃跑又或者战斗 就在周凡这样想着的时候 老兄发出几声乌叫 周凡感觉到胸口一热 他愣了愣 借着星光看去 原来是老兄撒了一泡尿在他的身上 老兄 你这是 周凡有些无语问 老兄又是发出一阵低乌声 他这是表达不满 把我抛来抛去好玩吗 周凡无奈将老兄放下 去洗了个澡 才将身上的新骚气洗去 起完早已是深夜 周凡看向窗外 暗淡的星光已经被乌云遮蔽住 外面一片漆黑 黑夜寂静 却有着什么东西正在城里不知不觉酝酿 在城里一角的房子里 四道只能一息看见影子的身影再度汇聚起来 窃窃私语着 今天入场的马区事件是我们这边做的吗 有低沉沙哑的声音问 我问过了 不是 我们做事也不会这么疯狂 有女子的声音答道 会是外来的怪诀从其他处前进来做的吗 低沉沙哑声音又问 不是 这是小女孩的声音 那就只能是那些面具人做的了 只是她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怪异尖锐的声音不解问 不知道 她们做事向来奇奇怪怪的 也许不似我们想的那样为了报复一乱丝 小女孩的声音悠悠响起 到现在还没有找出她们任何一个人来 她们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低沉沙哑声音恨声道 她们手中掌握的力量全部发散出去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面具人视力的痕迹 其余三个声音都是沉默了起来 无论如何她们跟我们不同 她们毕竟是人 要想隐匿起来 比我们要容易得多了 女子苦笑一声道 不管怎样 要尽快将她们寻出来 以绝后患 低沉沙哑的声音又缓缓道 对了 宜鸾丝那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消息传回来 我怕她出事了 屋内又是一静 小女孩叹气道 能做到这么迟才发现 已经很不错了 要是确认死了 那就在想法打入另一个 宜鸾丝那边的情报不能断 那些面具人一直在城里隐匿没有任何的行动 想找她们出来可不容易 怪异尖锐的声音响了响道 看着吧 她们不会一直不动的 只要动了就会有痕迹留下 小女孩冷笑一声道 她们正说着话 一道如纸片般的影子从窗戏内透了进去 她膨胀落地时就跪了下去 什么事 低沉沙哑的声音问 影子发出意义难鸣的尖声叫了起来 屋内的四个怪诀却能听明白影子的话 她们终于动手了 低沉沙哑之声的她低笑了起来 走 去看着 不能让他们再逃了 小女孩声音冰冷到 很快她的影子在屋内消散 其余三个皆是差不多先后的时间消失在屋内 跪着的影子站了起来 尖叫一声 又压缩成纸片的形状 从窗戏内钻了出去 今夜的天良城注定难以平静 第308章体力断的见解 周凡还无法得知城里发生的事 她已经睡觉进入了灰河空间 除非有人闯入她的房间 老兄才会唤醒周凡 如青烟的灰雾缭绕下 胭脂席地而坐 她的身前放着一个鼓针 她一双玉手放在针线上 你来了 可有兴趣听我弹上一曲 周凡不解 不过她想了想还是坐在甲板上 脸色严肃点头 请弹就是 胭脂没有似往常那样浅笑 她脸色微凝 双手围动 右手勾脱 劈 挑 抹 踢 打 摇 搓 左手按 滑 柔 颤 执法精妙 这一幕要是无声从执法来看端的是大家风范 只是弹出来的乐曲欧压朝渣 实在是不堪入耳 周凡听着眼脚跳了跳 她极力忍着才没有开口叫胭脂不要再弹 好好的鼓针能弹出鬼哭狼嚎之音 周凡还是第一次见 这真的是一个乐器奇才 好不容易一曲作罢 胭脂从自己执法的美妙境界中脱离出来 朝周凡笑问不知公子觉得奴家谈得如何 好好好 胭脂姑娘此曲只因天上有 屈中既有万物之春 和风淡荡之意 又有着凛然清洁 雪竹琳琅之音 只能用阳春白雪这等高雅之词来形容 听姑娘一曲 说是鱼音绕梁三日也不为过 周凡搜刮肚里仅有的那点墨水寒泪达道 胭脂以浅黄的衣袖眼嘴倾笑 公子过狱有这么好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距离公子所说的差一点点 毕竟这是传上 可没有木梁来让鱼音绕过去 也对 周凡点头赞同 是我说错了 那就是鱼音绕传三日不散 公子既然喜欢 那不如奴家再为公子扮上一曲 胭脂眨了眨眼建议道 还是不要了 但是那曲就足以我回味三日 周凡露出牵强的笑 要是再谈 我恐怕无福消受 胭脂想了想一脸认同道 也是 谈得多了 公子听起来说不定会觉得逆位 那不如明晚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曲就足以我回味三年 周凡一脸严肃道 胭脂怅然道 原来你不喜欢我淡的曲 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感到痛惜不已 周凡轻壳一声道 你误会了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只是你淡的曲实在太高了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我还是觉得你不喜欢我的曲 胭脂轻叹了口气 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周凡捧不住了只能笑道 胭脂脸上也不再是那副哀怜的样子 他只是哼了一声道 虚伪 我明明弹得这么好听 你也喜欢听 怎么能说不喜欢呢 以后就算你求我也不弹给你听了 周凡听了这话叹了口气 心里却是狂喜不已 他可是害怕这女人真的会夜夜弹奏这神曲 长久下去 说不定他还真的跳河 我这样做会不会对你太残忍了 胭脂又是眨了眨眼道 不残忍 周凡连连摆手道 像我这么虚伪的人就应该这样狠狠惩罚我 胭脂轻笑了起来 他这样一笑 那爵士的姿色全绽放了出来 胭脂的袖子轻轻一扶 古真化作雾气散去 行了 别装模作样了 难道我会不知道我谈的难听吗 看在你今夜这么吹捧我最差取义的份上 有什么要问的就问 不过该收的费用一分不少 那我说了半天不是白费劲了 周凡豪不在意道 其实也不算白费劲 本来我心情不好 打算弹完一曲就回去睡觉的 现在不去睡觉了 留下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看我对你多好 胭脂言笑艳艳 再说 我免费回答你敢信吗 周凡摇了摇头 他还真的不敢 你应该知道我想问什么问题 你已经速度高端 想知道的自然是体力端的事情 可是 胭脂停顿了一下 他脸上带着调侃的笑 你现在只有五条大灰虫 一条小灰虫 这点灰虫术 想得到好的体力断功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知道又能怎样 这我当然知道 周凡苦笑一声 但我还是想知道 就算是提前做准备 那老规矩 我要一条小灰虫 胭脂没有再劝 周凡点头答应了下来 胭脂只是轻轻喝了口气 灰雾在他身前凝聚出琉璃球 他从琉璃球内取出一条小灰虫 才娇笑道 我不说你也应该从一些地方知道体力断的事情 我只知道体力断一旦练成 就能够体力悠长 内脏强大 呼吸深远 徒步奔走数百公里都不会疲累 力战一天不解 周凡挑了挑眉 将他从一轮丝那里得来的体力断资料说了出来 可是我吃过灵药吉利指 力气本来就不容易衰竭 这体力断听起来对我的作用不大 不错 算是略有了解 胭脂脸露微笑 可是你了解的太粗糙了 吉利指确实让你提前拥有一些体力断的本事 但你所说的只是体力断最粗浅的表面特征 体力断可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 周凡沉默听着 一轮私府仅有一部体力断功法 但是需要大量的积分来兑换 他不愿意去换 当然没办法太详细了解这一境界的内容 最为重要的是 胭脂肯定知道一些外界舞者都不知道的体力断奥妙 这也是周凡愿意付出代价向胭脂询问的原因 既然你已经知道一些体力断的基础 我就不一一细说 只说你不知道的 力气爆发抗击速度其实只是舞者的基础四阶 但体力断可以说是舞者的第一个分水岭 它特殊的地方在于 炼到高深处能让你初步掌握器的存在 你是说天地元气 周凡威正了一下道 你这话不全对 胭脂笑着摇头 舞者在力气断开始就能吸纳天地元气入体 可是只能凭着功法用元气来锤炼身体 直至到速度断 才能让元气在肉身内储存起来 为速度断提供移动的力量 体力断又比速度断高一筹 它能将这些储存在身体内的元气精炼出来 形成可以控制的气 即使这精炼出来的气与元气息息相关 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元气 我们一向将之称为真气 第309章9甜酒缸 天地元气非特殊情况下无形无质 难以看得见 别说无法驾驭使用 就连感觉它存在都感觉不到 但真气不同 你要是修炼出了真气 就能感受到它存在你的体内 甚至能将它具现出来 就似这样 胭脂摊开预掌 它的手掌内出现了一缕纯白的气 白气瞬间游走着覆盖了手掌 真气强大在哪里 中凡微微皱眉问 真气与力气不同 力气通过各种灵药功法的淬炼 对人体潜力的发掘 但人力有时尽 力气的增长很容易就到了极限 而真气不同 真气来自天地元气 它代表了无限的可能 胭脂手中的纯白真气向掌心聚集而起 形成了空心的白元气球 对体力断武者而言 真气的强大之处在于融合 它能与你的拳头兵器融合 发挥出远超数倍的攻击 如果你的真气够多 也能让它密布全身 来抵御敌人的攻击 胭脂颠了颠手中的白元气球 气球缓缓跳动着 听起来似乎与我修炼的武技 炎阳气有些类似 周凡想了想到 胭脂脸上露出淡淡的笑 你修炼的炎阳气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真气 只是它利用丹药在你体内构筑符纹 使得你能储存这种真气 构思巧妙的一种武技 但也有其缺陷 因为符纹的原因 储存起来的炎阳气就有上限 它的成长性太差了 这种武技其实流传下来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算是走偏门取巧的一种办法 一项被称之为熔灵武技 但终究不是正途 功法修出的真气就不同了 它没有任何的限制 能很好储存在你的体内 需要的时候立刻就能调用 而且它能增加的数量 不是熔灵武技能比你的 胭脂的手掌内喷吐更多的真气 真气融入白元气球内 气球渐渐长大起来 融合的数量越多 自然就越强 真气的多寡可以说是体力断武者 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凡脸色凝重起来 它的熔灵武技炎阳气 可不能似真气这样这么大量叠加 显然体力断体力优长 算不了什么 最为关键的是体力断淬炼出来的真气 真气的多寡受到两个要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你在速度断纳入元气的多少 你身体能容纳的元气越多 淬炼真气就越为容易 毕竟真气的淬炼只能通过停留体内的元气来进行 第二个就是体力断弓法 胭脂停顿了一下 又是轻笑了一声 体力断弓法好坏决定了你能在这一阶修出的真气数量上限 上限不是应该由身体基础决定的吗 中凡微正一下道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胭脂摇头 体力断要想将真气藏于脏腑之间 那就必须要在脏腑之间凝成一个个气田 越强的弓法凝出气田容纳的真气就越多 因弓法而言 不仅气田大小不一 数量上还会有差异 有些差劲的弓法 甚至只能开辟出一个气田 而且还无法纳入多少的真气 最厉害的体力断弓法呢 周凡问 一路走来他修炼的几乎都是顶级的弓法 所以就直奔主提到 就我所知的 最厉害的体力断弓法能修出九个气田 每一个气田能纳入一缸的极限真气 被称为九田九缸弓法 次一等的是八田八缸弓法 在此的就不说了 燕之轻声解释道 缸是什么概念 周凡有些猛了 燕之听到周凡这样问 他只是笑了笑 他伸出左手凝成爪状 规悟席卷而来 一个半人高的黑缸落在甲板上 黑缸通体赤黑 如铁柱 在缸面上下环绕着九条黑龙 在很久以前修炼体系还没有清晰明了的时候 体力断凝练出的气田数量之分很容易看出来 但纳入气田的真气数量一直是比较含糊的概念 大多数舞者都不在乎这些小事 但往往会有一些极度无聊的前辈高人 想将气田的真气量化 于是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有一位名叫龙蛇之的前辈就研究出了测试气田 真气数量的法器 燕之拍了拍缸口的边缘 就是这玩意 被称为气缸 只要将手放在缸边 再催动真气 它就能检测到你体内一个气田的真气数量 燕之落在缸原的手 散发出米白的真气 九条黑龙在缸面上绕动着 散发出淡淡的白光 九条黑龙都活动起来 就说明你气田的真气达到了极限的一缸 就算再大的气田也不过是一缸的真气 后来这种测试方法就流传了下来 九缸真气听起来有些俗气 但它确实将体力断功法细化了 钟凡这才了然点点头 可是与一个体力断无者交手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知道它的真气达到几田几缸 当然有 燕之笑道 什么办法 钟凡一脸欣喜 你问他 然后让他告诉你 燕之脸上笑意不减 钟凡尴尬轻咳一声 燕之的意思就是没有 你以为战斗是下棋吗 你走一步他走一步 局势可以全看在眼里 燕之脸露嘲弄 也就只有傻子在开打前大喊一声 无乃是几田几缸舞者 你不是无对手 快快跪下受死 无论与人争斗 还是对上怪诀 当然是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能逃就逃 哪里会有开战前就能对敌人境界底牌了解的透透彻彻这种好事 我知道你只是随口问问 但不要太易想听开 周凡有些无语 他就是随口问问 这女人还教训上他了 他只能转移话题道 你哪里有九甜九缸的体力断功法吗 这我当然有 燕之焉然一笑 不过我不能卖给你 别呀 价格好商量 周凡连忙说 不过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不过心脏不能给你 不是价格的问题 燕之摇了摇头 而是我的九甜九缸功法不适合你 为什么不适合 周凡愣了一下问 第310张灰虫数量缺口 因为我手上这部九甜九缸功法只有女子才能修炼 燕之给出了答案 是功法挑体制的原因吗 周凡微微促起了眉头 这种限定性别的功法 他偶尔也在点击上看到过 那倒不是 燕之笑着否认 就我记忆中得知的是因为创造这部功法的前辈是一位女子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他很讨厌男子 所以在功法传授下来的时候 修炼者就被逼立下鬼市 凡是修习此功法者 都不得将其传给男性 这门功法不是我抢来的 我修习这门功法时也立下了完整无法规避的鬼市 所以不能传给你 周凡愕然不已 他没想到会是这种缘故 不过我还有一门八田八刚的体力断供法 你要是感兴趣 那我就便宜一点卖给你 燕之又是如此说道 多少灰虫 周凡问 如果用灰虫来衡量 那我需要一百五十条大灰虫才能接受这笔交易 燕之想了一下道 一百五十条大灰虫 周凡有些发呆 这价格也太离谱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阿猫阿狗的体力断供法吗 这可是八田八刚的供法 如果你要一天的垃圾供法 我也有五条大灰虫我就卖给你 燕之冷笑一声道 如果我想掉九田九刚的体力断供法 需要前进多少米才有机会 周凡定了定神问 周公子 真是好有志气 感情我这八田八刚的功法还瞧不上眼 燕之笑道 如果你想掉九田九刚的功法 需要让船前进五十米 再前进五十米 一次的鱼儿也就是需要大灰虫一百二十八条 周凡觉得头皮发麻 这得杀八个白丽疾怪诀才能凑到这个数 可是白丽疾怪诀可不好招惹 上次的减数他想想就觉得心慌 就算是思安实验归来那种层次的舞者 遇上白丽怪诀也不得不小心应对 周凡在厉害也是速度高端舞者 他没有把握现在的自己就能干掉一个白丽怪诀 而且呀 你要明白 前进五十米只是有机会掉起而已 一次的鱼儿就想掉起 那可得运气好才能做到 要是运气不好 说不定得掉两三次 这样一来 就是好几百的大灰虫 你有这么多的大灰虫吗 胭脂又在一边泼冷水道 周凡苦笑 别说九甜九缸的功法 你那需要一百五十条大灰虫的功法 我又也卖不起 唉唉 说什么呢 胭脂无辜眨了眨眼 我们俩谁跟谁 你真的要 你没有大灰虫我也会给你功法 只要你将你的心脏挖给我 那我这心脏还真的值钱 以前能用来换顺一级的功法 现在又能用来换八甜八缸的功法 周凡脸上带着嘲弄之色道 毕竟这只是八甜八缸的功法 在我眼里 它就跟顺一级功法价值是一样的 如果是九甜九缸的功法 你想用心脏来换 那我就得好好考虑了 胭脂摇头道 八甜八缸的功法与九甜九缸的差距就这么大吗 周凡微微皱眉道 差距当然大了 你别看他只差一甜一缸 要是全力出手 不考虑其他因素 九甜九缸的功法对八甜八缸就是碾压级的区别 而且 我不知道前面那老家伙有没有跟你说过舞者的滚雪球效应 每一阶累积的优势就似滚雪球 会越滚越大 与其他舞者的差距也越拉越远 胭脂一边说话一边向着镜台走去 他要说的基本都说了 周凡也没有再问 而是考虑了起来 舞以前却是这样说过 如果可以 他当然想要九甜九缸的功法 只是无论是八甜八缸还是九甜九缸 需要的灰虫数都不是他短时间能得到的 周凡叹了口气 要凑这么多的灰虫这实在是太难了 以他现在做历史每天杀死的灰虫来看 未免太遥远了一些 要是让周凡退而求其次 选择垃圾的体力断攻法 他又不甘心 毕竟一路走来 境界累积出来的优势 让他有着很深刻的体会 一步落后 以后就会步步落后 要选就尽量选最好的 周凡深吸了口气 不就是几个白丽极怪爵就能解决的事吗 以后来一个白丽极怪爵 他就杀一个 来一双 还是赶紧逃再说 周凡没有多想 而是专心修炼流光快 赢刀绝的闪雷势 境界突破 暂时无望 那就努力将刀法修炼好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周凡简单洗漱一下 就带着老兄离开院落 走出了西房 离开西房很快 周凡脸色微变起来 因为有些不对劲 天良大道上并没有往日早上应有的朝气 只有寥寥数人低头快步走过 在大道边上更是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个手持兵器的巡逻队员 看着戒严的天良大道 周凡心微沉 他隐隐察觉到可能是出事了 巡逻队员未必能认出周凡的身份 不过周凡要是出示自己的令牌 他们肯定认得 并且可能会告诉周凡发生了什么事 但周凡不急于一时 他只是快步向着天良街的方向而去 一路上走去 都有巡逻队员在一旁助手 周凡还遇到了在城里巡逻的一小队 这小队由着一个副队长率领 每个人的神色都很为凝重 周凡进入了天良街 平常很热闹的早餐扑也变得冷清起来 李九月还坐在原来的桌子旁 他朝周凡摇了摇手 周凡连忙快步走过去 坐在椅子上问 发生了什么事 李九月扔了一个肉包子给老兄 看了一眼四处轻声道 我也不太了解 不过我早上起来 叔父告诉我 说昨夜即是西侧良行那边出现了怪觉袭击 一轮丝过去处理 闹得动静很大 良行现在已经被彻底封锁 谁也不准进去 周凡脸色凝重起来 怪觉深夜袭击 那很可能是隐藏在暗处的面具人出手了 周凡与李九月没有四往日那样慢吞吞的 而是匆匆忙忙吃了些东西 就结账离开了早餐铺 快步走着 进了宜鸾私府 一进入宜鸾私府 周凡两人就被等在一边的小力带到了大厅内 大厅内宜鸾私的舞者们全部聚集在了这里 月的成亚内宫 幸福留意 月的宜鸾